接下來方辰老師要介紹的是這個題目 他說袋子裡面有十個球 編號一到十 那現在從袋子一次選三個球出來 那為了這三個球的編號 任兩個都不是連續整數 這種情況有機 機率是多少 好 那任兩個都不連續 這個我們在之前有討論過 這個就是它的編號不相擰的 對不對 那編號不相擰 不相擰的話要怎麼處理 插空隙嘛 其他的先排 這個不連續的 不相擰的 在排入空隙之中 好 所以這個題目你發現 袋子就是說 他總共有十個球 十個編號 那你現在有三個是不連續的 所以剩下七個先排 所以一開始七個先放出來 二 四 六 七 七個排出來 那因為這個編號 等一下在前面的就是一 第二個就是二 所以這個 這個是沒有排列的問題 反正你就是先放上去 等一下 那到底第幾 就從前面數過來 這跟夾以秉丁不一樣 夾以秉丁 這七個人排在這裡 它就會有七階層 但是如果只是數據 數字的編號的話 排前面第一個就是一 第二個就是二 就跟火車的車廂一樣 前面的第一節的車廂 就叫做第一車廂 它不會叫第五車廂 不會第五車廂 跑到第一前面去 所以這裡就沒有排列的問題 先把這個放上去 然後這三個不連續的數字 要放在他們的空隙裡面 排入空隙的之中 那這邊七個球有幾個空隙 八個空隙 所以八個空隙你這裡也不用排 就是選出來就好 因為你不會把第八個編號放在前面去 前面就是一 前面就是一 第一個就是一 所以如果譬如說你選到的是 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 譬如說你選到這樣 那你選到的編號是多少 就從前面這樣算過來 遇到這個就是一 那這邊一就是二 這邊雷 這邊就是三 就是四 這個就是五 所以一被你選到了 五被你選到了 這個是六 這是七 七也被你選到了 那八、九、十就沒有選到 所以你選到了一、五、七 那它已經不會連續 因為它排在空隙裡面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就這種想法來做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說 那全部是十個球 那選三顆 所以它是分目 那分子的部分 這個先排都是一樣的 就一種 然後剩下的 有八個空隙 隨便選三個 八選三 八個空隙選三個 那這個就是它的答案 好 所以這個呢 分子的部分 這個 乘以五隙 三隙、五隙 這個是十、九、八、七隙、三隙、七隙 那這個七隙 部分削掉五隙 五隙削掉 那三隙、三択一 三乘二就是六 一就不用了 三二一就是六 三隙就是六 那就約掉 這個三二一 三跟它三 約掉一個 所以約掉成四 好 所以呢 就會變成的是 分母剩下的是三十 分子還有 這裡還有一個四 三次十二再乘十 一二一 這八乘七 這個可以約分一下 可以用四約分 八直接用八約分 八一八八五 所以是十五分之 七 我看你用